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来关心最新的农业气象 那么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 目前台湾持续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那么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会有一个低气压逐渐接近 并且通过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 那么也会造成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 会有短暂的阵雨 中南部的话则是比较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 另外在礼拜三可能稍稍有一些空缆 但是礼拜四又会有低压带的影响 那么会转成偏东风的环境 又要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么在东半部的话 一样会有局部阵雨 西半部的话会有午后雷雨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的话 其实在低压带影响时间还算蛮多蛮长的 所以还要特别注意 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 比较容易有一些正雨 那么在下雨的时候可能雨时雨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大家要特别注意 另外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夜禅 喜欢群期在这个落花生的嫩芽上面 或者是它的叶背上吸食它的汁液而造成危害 造成叶片有变黄 或者是皱缩的情况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么另外就是落花生的植株在中期 如果缺铁的话会造成它的新叶黄化变薄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在生长期间补充这个硫酸芽铁做改善 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从这个图上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礼拜二的预测的图上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话会北边有一个低下逐渐从北方海面通过 距离不算是很近但是因为风向的关系 所以在北部东北东部会容易有一些短暂正雨发生的情况 尤其是转成一个偏北风 那么大致上就不会像很夏天的那样子的热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温度 那么天气也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一些 所以可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低气压逐渐通过了 慢慢的有这个空档 但是也可以看到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没有算很近的这个海面上持续有低压带在发展 那么这个低压带也会逐渐朝西北方向往台湾 或者是台湾北方或这个日本南方海面来靠近 要特别注意这个低压带不见得说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相对的风向 或者是它外围的雨带的影响可能就会造成天气 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了 来看一下到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低压带就逐渐的往日本南方海面来靠近 我们台湾附近也有一些水气在这个地方 到礼拜五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低压带直接往日本的南方海面 甚至是靠近在这个九州南方的这个地方 我们台湾的话只是说它外围的一些云气 或者是风向的影响 所以天气会转成有点不稳定的情况 来看一下到这个下雨的时候的地方 可以看到礼拜二礼拜三 其实大致上就是在我们的北部东半部另外三区 有一些午后的雷雨要特别当心 来看一下详细的这个下雨的一个模拟图 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 最主要是北部东北部另外中南部三区 那么到这个11号到13号 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颜色比较深的地方 代表它的雨势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 所以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午后雷雨 就是我们的北部东北部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发生的这个机会 来看一下在这个风浪的部分的话 要稍微注意的是我们的中北部跟东北部到花莲以北会有中浪 那么在南部跟我们东南部到台东附近的话是小浪 在这个离外岛部分的话 要留意的是除了绿岛南雨是小浪之外 其他地方像钓鱼台马祖基门澎湖都是中浪 在潮汐的部分全台湾都是小潮 在离外岛部分也都是小潮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来说低温大概27到28度 没有太明显变化 但是高温可能有些变化就是礼拜二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因为偏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预估白天高温有算往下降一点的趋势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 只是说明有像很典型的夏天 很沿夏那样子的一个热 但是到礼拜三以后可能还是有35度左右 南部的话低温大概在27到28度 高温32到33度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的话 其实大致上还是以这个低压带的影响为主 就是礼拜二有个低压通过北方海面 礼拜四又有第二代的逐渐接近的影响 谈到外围与带或是风向的一些关系 天气相对来说会有点不稳定 所以在从事这个农业工作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以上就是9月10号的农业气相 下次再见